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正向報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的下映時間 這次有我去駱山 還有22世紀救人網路 奇諾李偉銀 大馬Sir 馬來勒銀 各位網友好 柳西蘭的一台洋 大家好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留言最緊要訂閱網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報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這次回到大家 很多人都很關心叫做Staycation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政府就研究了 也都罕獻將這個限聚令 伸延到這個叫做旅館業條例裡面 即是說了 由19號開始 其實已經生效了 講一下條例一變成怎樣 好嗎 好啊 好啊 如果住客呢 違反了相關的條例 職員 屢勸不過 這句很可圈可點啊 什麼叫屢勸不過呢 或者勸喻不過呢 即是勸了他 不聽 勸多少次 有個問號 好啊 現時有的法例呢 根據現時有的法例呢 就會報警處理的 責任呢 責任呢 也不在於酒店架 他們不聽話而已 至於呢 加強這個旅館 酒店那方面的防控措施細節和時間呢 接下來一個禮拜內呢 就會公佈和實行的 有關方面呢 這個叫酒店業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誠呢 應該會叫李漢誠呢 他説呢 四個人一間房間呢 完全是沒問題的 那所有客人呢 就需要登記啦 除了這個叫住宿之外呢 其他用途就不可以的 例如開派對就更加不可以啦 是啊 那樣有幾搞笑的啊 就說有一個叫做重點會面 因為其實 剛才李漢誠呢 李漢誠呢 和陳肇始那些都有一個會面的搞笑 哎呀 其實有些位呢 可不可以豁免啊 他説 因為那個房間呢 原來有些人就訂一個酒店房來做分架的用途啊 即是什麼上頭啊 什麼出門之前那一晚 出門就會用酒店房來出門啊 那他說行不行啊 因為有警察就說 雙方家長啊親友 那一定爆的啊 再加上什麼姊妹啊 兄弟啊 這樣那樣 他説如果完全做不到的話 就會和中國人傳統有相違背 那這個就要再討論了 因為儀式多數都是在這些套房進行啦 時間都不是很長 就會要求在場的人戴口罩 挺搞笑的啊 戴口罩啊 戴口罩怎麼玩啊 戴口罩耶 對啊 戴口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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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戴口罩啊 對啦,有呼吸困難啊 是啊 戴口罩啊 是啊 戴口罩劉嘛 戴口罩啊 是啊 戴口罩嗎 你ances嗎 那個红罩呢 不要心罩啦 不是要有些甚麼 哎呀,畫花了,塵膏 這個挺搞笑的,戴蓋姐也挺有趣的戴蓋姐戴口罩 都說到話的,怪一點 傻傻到尾 老爺飲茶,蠣絲,乖乖的,年生季節 好像怪一點,掩蓋口罩來講 聲音不夠清楚 不夠大,戴蓋姐不夠大 有一點兒那過 再說回,剛才李漢誠也說 如果住客違規不聽勸議 酒店職員會做足程序 之後就會有法律依據去報警 如果犯法到時,責任就會在客人身上 哇,這個李漢誠 李漢誠爆了頭盔,設了龍門 就說要做足程序 那你怎麼知道做足呢?有多少程序呢? 其實是怕X了這班 之前說要打算開派對的人 因為香港人有一個習慣 就是屈蛇,酒店屈蛇是屈得國際知名 上次有一張圖好像有二十幾三十人 我們之前在節目也有說過 已經是誇張得很厲害 有四五個冰桶等等 我們有業界爆料 對於這件事,政府現在修例去到旅館業條例裡面 哎呀,糟了,被人投訴到媽媽、爸爸都不認得那一隻 為什麼呢? 你想想,預約酒店一早早 一個多月前已經預約了 嗯,是的 咦?那你預約來開派對的喔 你又跟我說不行 不行 蛤?四個人? 退錢 退錢 不單止一 至少要送泡妃、早餐、SPA 嘩 我犯法 是啊 我偷偷地行不行 我沒得改了 我叫人來 那你就給我逐個逐個打電話 我不管啊 是啊,我不管啊 你給我搞定 我買了氣球的了 現在想怎樣 你是不是不想我結婚啊 是啊 我生日怎麼辦啊 那些還是怎樣啊 就是 我有些前線的那些 就在那裏報料 就是說 最糟糕原來是這樣 每天差不多有過百個這些 即以他那家酒店為例 那家都算是五星級 不升級真不升級 真的不升級 那他都說 哇,糟了 每天有過百個人不斷打電話來投訴 退房啊 不是退啊 那些都要爭奪 爭奪 爭奪 就是說 可不可以拆兩間房啊 三間房那些 又要連住啊 又說 可不可以 另外兩三間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意思就是 他世在必行的了 這樣咯 拆多幾間房來搞 可不可以有折 那你每一個都要開檔案 跟他跟進那個案子 因為你又不可以 完全不理他 五星級酒店為例 因為他會打回來問 我什麼時候打過來說過 那個案子就是這樣的 嗯 是的 之後有些酒店職員挺搞笑的 他跟他說 你介不介意呢 你把你的案子 可以E-mail 給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可能會快些處理 這樣考考他們 叫他們用英文打 那還慢啊 其實 有些時候 他又不敢說 你玩東西欺負我 英文不好啊 還是怎樣 因為你用英文 說回你整件事啊 又如一如數的 這樣說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預訂了啊 還是怎樣的 現在很多的投訴都在說 還有呢 剛才所說的 就是說 做足了程序才報警 其實某程度上 不知道會不會好像之前那樣 閉眼開閉眼閉 我跟他說了 但是跟著他 都照屈射的 那我沒有辦法啦 現在真的怕 怕X了他們 當然怕啦 因為始終呢 對於這間酒店來說 賣房是最重要的 最慘的是 這一幫人呢 錢又未付 但是呢 又押住了預約 現在 嗯 其實應該 我覺得呢 就狠手一點 就取消了預約 如果有 如果有少少訂金就退了 他們又不肯 他們上網就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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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些就是 有要求退錢 但是有些就可能未必 這麼快要付 還是怎樣的 有些又要禁爆你呢 其實我覺得呢 就是有時候 就是酒店那方面 他們自己有權 有辦法可以控制得到的 就是自己不要 不要給他們 食住想 食住想 沒錯啦 就狠手一點 不要給他任何東西 就是不要讓他窄到你 是吧 唯一辦法 這又不是酒店的錯事 實際上 這個是政府這個限聚令 是吧 限聚令就是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 是 防疫啊 防疫 是啊 但是他們真的很 那個野蠻程度 以及那個誇張程度 你是超乎你的想像和界限的 有時候大馬上可能在大馬生活 很多都 循規道舉很多 很多人都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況 舉個例子 好 真人真事 就有個港媽 他們想著 不能去旅行 去staycation 拍照 給人看看 還是怎樣 怎料 他 入住的時候 會給你早餐券 你明天來哪裏哪裏吃早餐 就ok的了 怎料他就 不見了一張早餐券 不見了一張早餐券 他就大爺大爬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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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不行了 我們一定要早餐券 他說 那我真的不見了 身份證都不行了 我在這裏住的 這樣都不行 這樣都可以吃的 我有付錢的 你那裏沒有付錢 然後罵 然後罵到幾個罵 他說報警 哦 搞大句 報警 叫人警察來還是怎樣 叫人 後來就報警 其實你問我為什麼不可以 沒有了一張券就不讓他吃呢 其實是對的 如果另外有人已經撿了這張券 或者你 有人心地不好 他把這兩張券給了兩個不知名的人 當他的房間有兩張券 給了兩個不知名的人 其實他已經吃了這個早餐 走了 之後你就大搖大擺 走進來 我來吃早餐 怎料你之前會不會已經有人用了這張券 或者你離開之後 又有人拿著這張券進來 說要吃早餐 有些酒店 他比較鬆散一些 那張券 就這樣放下就算了 即是連丟個印 或者撕爛他都不會的 那第二個就撿到一個照 出來給人看 有些人就因為這樣 沒有買早餐 但又撿到一張早餐券 又可以吃 是啊 那就玩大他 哎呀 報警 哪有可能的 沒有券就不能吃早餐 沒有搞錯 後來警員到場之前 有職員都說 那算了算了 那好吧好吧 那你進去吃吧 那如果他們給你進去吃 那你怎麼辦 那那不吃 那不吃 那不吃 正常的 那好吧 多謝你通融我 那多謝你先 那大家就握手而摸 去吧 我不會生 我沒有胃口吃 我不吃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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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還給你露物土的 賠了一碗錢 哈哈哈哈 哎呀笑死了 你玩了最後 原來我 我不吃了 你這麼努力爭取 成功爭取 然後接著不吃 是不是 這些東西都凍了 不吃 哈哈哈哈 哎呀沒心情吃 氣得沒有胃口 有就是那些 把那些款式都放了 我去這麼多國家旅行 從沒試過酒店這樣對我 不准备了一餐就死了,你现在要乱出酒店 我给你1630元一晚来住的,我没想到要生气到报警 想说很衰你,拍照了 哎,真可憐,笑到我肚子痛迷,有些这样的客人 你觉得那怎么办,你想想,这些是冰山一角 如果当你在一个酒店前线,或者你是一些backoffice的人 要处理这些客人的要求和不同的问题 你想想,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有些职员透露就说,不如整间酒店收拾了就算了 那又没有,那又没有 太麻烦了,太过孔礼了,我早餐券,你去玩就要报警 因为你玩到报警就很麻烦的事情 酒店,其实由CEO,到保安部的主管经理 餐饮部,什么都好,总厨也好 他们每一早都会在会议室开一个大会 就是说一下,昨天酒店有什么大事发生 有什么要注意,接下来有什么要搞,现在变了每一早早 他们早上都要说这些事情出来 应变是吧,伤讨一下 伤讨怎样成,例如报警这些 尤其是有些是刚才所说的,有些五星级酒店 很多时候的CEO都是洋人来的 你想想,要解释给他们听这么荒谬的事情 他以为你说英文说得不好 你骗我,是吧 夹死那些中层,夹死那些前线 洋人是不是很不了解港人那些老土的招数 有些都了解的,结果都了解,如果做得久 都了解的,其实公平点说 不只是香港人都是这样,外国人都是这样的 有些老土的人,老土怪来的 老土怪都见到不少的 我试过在日本见到一些老土怪挺有趣的 日本方面大家都知道,手时很跟规矩做事的 例如有些温泉旅馆,北海道冻野湖 有一间非常棒的,看着冻野湖来浸的 到了晚上九点,就不准,就删的了 那个温泉 有几个香港人,就不知九点零三分的 就是我浸完出来,见到他 他们在那里吵,又说,搞错啊 九点零三分而已,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说明九点零三分,九点零三分,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你真是挺搞笑的 不让新一些再进去,九点就截飞了 浸完一批就走了 有些思思,吃饱,晚上的自助餐 摘摘摘摘头,才过来的嘛 是呀,打算落个温泉冲凉 那就不行了 摘了一些老脸 只要迟了 是呀 我想起都真可恶 是 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 很喜欢连着那些 以为可以得到很少一些才能够 很多时候这些才能够拿回来 都是因为别人用你才能够拿到 那些人就贪得无厌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和有些适当的奇怪的也挺搞笑的 例如有个男住客向櫃桌的职员 他明明自己设计的时候就设了两张单人床的房子 他到时候就要求别人换一张大床给他 他说我来Honey Moon的 因为现在出不了境所以不能去Honey Moon 他说你给了两张床,那很不努力 他开始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设计两张单人床的房子 是呀是呀 是不是这样 有可能是 有时你商人床一张好像是贵一点 或者可能就未必有房子 有房子可能只得了一个单人床 两张床的房子给他们 有些儿子就这样照设计 设计之后又哭哭吵 又说要搞这样搞那样 有些香港的儿子去Staycation 又说有没有搞错啊 排了Taycation排这么久 排了半个小时啊 他还说好像去到烂民营那样 烂民营有冷气的吗 有酒店大堂音乐给你们听的吗 好实际上排了半个小时都没办法了 你有时见到澳门的check in更恐怖啊 那些什么金沙城那些 一分钟上落过百万的 你现在亏了我多少钱 等会我等成半个小时啊 我推了多少铺大小啊 那里半个小时 老虎机被我拉爆去啦 jackpot也中了啦 半个小时 多小时 这样也有个小时 排两个小时啊 没办法的 那里面来看下 那些人究竟是如何超出底线 玩法律呢 我觉得香港人在这方面真的可以说是独步天下 想到怎样屈蛇,怎样说进去 我想可能有些人假扮酒店员工这样说上去也不一定 这么搞笑? 我估计,你想想要屈蛇,屈蛇就是屈出一个新境界 后来可以说多一件事,也是很搞笑的 有个朋友在那个叫什么呢? 在台湾狗丁搞民宿的 他也有说的 他想着香港人自己在狗丁搞民宿 是不是招呼香港人就是一件很完美的事呢? 听到是不是很棒? 后来简直入到恶梦之中 后来他宁愿招呼国内和朋友都比招呼香港人好 他说香港人的情况屈蛇的程度真的太严重了 其实他说我的民宿这么小 房子又不是那么多,只有八间 你觉得我会不知道有多少人进过来吗? 在这个世界上是叫做闭路电视的 是吗? 对,刚才想说 明明你的房子是商人房来的 不过因为民宿也有这么大间的 其实都挺舒适的,两个人住的话 你竟然叫多了,你住两个人 你叫多了四个人上来 四个人来玩 你觉得他会不会不知道呢? 然后他说你 不知道他找职员不太觉眼的时候 就说了四个人上去 然后他晚一点回来的时候 他说,咦? 你那个职员就来了 你是不是叫了几个朋友来? 然后他说,没有啊 咦? 我听到你的房子有声音 有差的吗? 不是啊,有什么差的 没事 没有啊 然后他说,那可不可以你上你的房子看看? 不行 然后他说,不行啊? 那我看闭路电视行不行啊? 然后就看闭路电视 就是看到有四个人上去了 他说,要么你就加钱 要么你就叫你这四个朋友走 因为他们会用水啊,用电啊 用这个人会用多了 其实是人家的成本来的 是啊,所以就要赶那几个人走 后来他就愿意 就死死地气加钱 但是他去玩东西 惨啊,他带我一脚上去 知道他怎么样? 他去拿人家的浴缸 当冰桶那样种啊 整个浴缸都是那些放啤酒啊 自己买冰进去 买包冰上去玩 都要好多才可以满啊 放多点水,少点冰 因为你第二天去收房的时候 就看到浴缸里面有些 还没喝的啤酒飘浮啊 或者有些喝过的啤酒罐在那里 还是怎么样的 哇,什么这么责格也有的 哎,收你六个人钱呢 就这样 很多的,这些屈蛇啊,屈早餐啊 屈多几个餐包啊 什么都有啊,屈得就屈了 好了,我们不如这样 今次讲到这里 希望他们都是 丑七国际 不会太走这些法律 难为了别人 狂投诉别人屈出来 很肉酸啊,做这些东西 是啊 就是你说你自己负担得起 酒店房 其实你就不要再多拿一些好处 你是应该要补钱的,就是补钱 租人诚实的好一点的 是吧 酒店乞衣 乞衣 不是贵宾乞衣 贵宾乞衣 酒店大堂乞衣 五星级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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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今次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